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也在孙中山先生的带领下建立了中华民国开辟的一个新纪元 其实朝代的更系是历史的必然现象 而每个朝代也都会有一个末代皇帝 比如说夏朝的夏节 秦朝的秦二世等等 似乎每位末代皇帝都非常凄惨 而像汉宪帝这种寿中正气的就更是少之又少 因为每次朝代的更替 新的朝代会出现创建者 畏类已决 后患都会把前朝的末代皇帝给杀掉 可是清政府那么腐败 而且溥仪还当过傀儡皇帝 为何溥仪能够安安稳稳地活到了建国之后呢 展开全文 其实这和溥仪所属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中华民国并不是一个封建国家 而是一个讲究法律的法治社会 对于已经退位了溥仪来说 溥仪在其他人眼中只是一个原来当过皇帝的合法公民而已 如果说没有触犯法律 是不可能去威胁溥仪的性命的 第二点 溥仪的身份非常特殊 当时想要复辟帝制的人也不在少数 许多人都想通过溥仪来重新复辟帝制 并最终达到邪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 自然也就没人敢去暗杀溥仪 而第三点 那便是溥仪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 也正是因为日本人溥仪还在东北建立了维满洲政权 当上了傀儡皇帝 而溥仪也被日本人给严密的监视了起来 此时的溥仪虽然说处境非常尴尬 但是自己是要不去惹路日本人 那么就可以继续安安稳稳的过傀儡皇帝的生活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性命会出现什么危险 这也是溥仪能够活下来的重要的一个原因 再加上日本战败之后 溥仪虽然说也是战犯 但是认错态度非常好 再加上自己是被日本人胁迫 所以自己在看守村里待了几年之后便放了出来 不仅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还结了婚 并和自己的祖先一起安葬在了皇家陵墓之中 也算是寿终正寝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二字幕志愿 一回看